欢迎收看明镜焦点 中国人就会洗钱吗 近日西班牙大规模无故冻结了中国侨民的账户 一大批受波及的侨胞纷纷到银行处里引发关注 根据欧华报报导 当地时间2月12日上午10点左右 一些被冻结账户的旅系中国人在律师的陪同下 跟位于马德里乌斯勒区大街27号的BBVA银行进行交涉 商讨解决办法 然而过程中有人跟银行职员发生争执 报道指出 在旅系侨界联盟、加成律所以及志愿者的帮助下 申请解冻账户的华人有秩序地领取了排队号码 安静地等待银行人员处理 不过其中有一人与银行员发生冲突 原因是这位侨胞因为填写错投诉单 想要拿回重新填写遭到银行员的拒绝 随后侨胞报了警 警察赶到现场进行调解 报道说到 今日加成律师事务所帮助现场侨胞 共填写了18份投诉单 但这人是冰山一角 因为根据一位陪同律师的说法 光在马德里乌斯勒区就有超过800个账户被冻结 欧华胞记者采访了几位被冻结账户的华人 有一位是留学生 他说他到西班牙留学已经第三年 一直以来都是父母汇钱给他 不料2019年年初 他和他的同学们陆续收到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消息 况且他在马德里以外城市所开的账户 不知原因为何也遭到无端冻结 他表示正在串联打算共同填写投诉单以维护权益 不止这位学生如此 其他一些侨胞也表示 自己原来不在马德里 所以开户银行在其他城市 如今无故被冻结账户 银行却要求他们去开户行申请解冻 让大家很失不解 因此也准备填写投诉单 坚决维护自己的权益 欧华报记者还采访了一位履息多年的华人老板 他表示他因为账户被冻结 目前连水电费等基础生活费用都不能及时缴纳 让他的生活相当不变 他说到他已经在西班牙生活做生意将近十年 一直都是合法经营 起初刚听到华人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消息时 以为是个别事件 但没想到他自己也突然收到银行通知说 他的账户被冻结 他还问他周边朋友 才知道这已经是个群体性事件 他认为由于账户被冻结 给生活带来的极大不便 银行必须承担他们这方面的损失 而中国驻西班牙使馆领事参战朱健有出面回应 他向欧华报记者表示 他以一个普通乔民的身份去测试要求办理开户业务 银行方面表示没有问题 并说明了开户需要的材料 并有说审核时间为15至30天 西班牙欧浪网报道说到 近日BBVA银行解冻华人账户权限下放的消息传出之后 很多侨胞纷纷到银行进行办理解冻手续 但过没多久 银行以技术故障为由拉下铁闸 拒绝顾客入内办理业务 报导还说 在这些侨胞与银行方面进行交涉的过程中 BBVA银行经理全程并未现身 报导认为银行方面解决问题的态度并不积极 对此朱建有说到 银行方面澄清说 当日拒绝客户入内办理业务 是出于安全考量 银行内部客户太多 为了维护秩序 需要限制进入时间 另外朱建还对欧华报强调 大使馆鼓励侨胞 坚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也会持续收集更多资料 集中向西班牙几家银行进行交涉 希望大家积极维权 大使馆也会积极处理银行事件 随后朱建也向西班牙国家报发声 斥责西班牙不应该将国籍 列为洗钱行为的标准 并认为这其中存在歧视行为 必须对此进行调查 西班牙银行歧视华人的声音 在桥界不断发酵 欧华报报导指出 旅西桥界联盟已有近75家桥团参与维权 目前仍在持续增加当中 报导还提到 对于这起事件 大部分西方媒体是客观的报导 但仍有些媒体利用旧新闻 或对华人不利的消息撰稿来吸引目光 例如有一家西方媒体 就将去年8月份的 防止洗钱和货币违反委员会的消息 写在昨天凌晨发布的新闻中 称西班牙银行已开始对中国客户 采取极端预防措施 以打击洗钱案件 BBVA已在西班牙冻结了大量银行账户 以响应经济部关于可疑交易的警报 其他银行也将陆续开始 大面积冻结华人账户 报导呼吁广大侨胞 提高对消息的甄别能力 不要盲目听信此类夸大或虚假的消息 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并希望侨胞能坚决依法维权 杜绝意气用事 避免不必要的争端 据了解西班牙华人团体将走上街头 举行抗议西班牙银行 冻结华人账户行为的游行 以上是孙云山为您带来的明镜焦点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